Hello,大家好,我是Yuma 今天我想要回答大家常常给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Yuma每次一个人吃饭 很好奇Ryu都在吃什么 这一天我起来大概11点下来的时候 Ryu已经在做确认这一天要做的事情 还有准备等一下要录的电台等等 11点半Ryu要吃今天的第一餐 Ryu现在一直在做16-8断食 所以早餐不会吃 中午在这个时间 他自己准备自己要吃的东西 要掉到什么时候 做些什么时候 我会把这个时候挤出来 前后就还黄银沉 zie Chao reco 但我认为这也要做了 虽然将军 粉用包装着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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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記者 請問 為什麼你 這樣吃 因為我吃很快 我像 暴風雨一樣 我的話呢 平時慢慢起床 我本來就是 不會吃早餐的人 睡醒之後一段時間 一直都不會有胃口的 不過最近的話 為了等一下吃蛋白質 所以先做個運動 先做運動之後 吃蛋白質比較有效果 心意 會變成 氣味 做生 油 汁 汁 突然 我們最近很喜歡 用這個麵包加這個 kiri的cream cheese 這個真的很好吃 這個麵包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是營養超級豐富的麵包 我們喜歡吃這個麵包口味 這裡滿滿的營養成分 我之前對這種營養食品有點有偏見 應該不太好吃吧 其實這個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才有每天吃這個的習慣了 夏天我們家外天有很多蒲公英 我常常才給我們家的小公主吃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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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宗 最好吃嗎 我们刚刚有事情去外面 顺便买东西回来了 Ryu呢他是想要晚上清点前一定要吃晚饭的 所以他先自己准备吃晚餐 他在这边 第一次在操作呢看到这个香品 这是昆布 這是昆布 這是昆布喔 對 這是什麼啊 海苔泥 海苔泥喔 開動了 我會用餵蒸湯嗎 我也要 它也是 你好 我是記者 請問你 會不會有 像 高麥麵的日本老婆一家 每天會準備早餐啊 晚餐的那種生活 你不會 羡慕嗎 老實說 走走 我已經看過紅塵了 已經知道現實不是這麼的美好的 對 又長大了 所以還好 所以你本來是想要那種生活節奏的 其實也沒有耶 沒有想過 你對這個實有講究嗎 沒有 我都覺得吃什麼我都覺得好吃 所以我也不會說特地去找一些好吃的東西 或者很講究要做什麼好吃的東西吃 所以有時候就是很忙的時候真的進食呢 就是一個作業 一個工程啊 必須的 我們有時候 比如說沙沙肉 あれ 沙沙肉 準備好然後在那個餐桌那裡 跟你一起吃也有幾次做過 但是好像我看你 因為你吃很快 然後我也不會很快的 我是慢慢想上次的 所以我還沒吃到一半 你已經吃完了 然後你發呆 滑手機 無聊的樣子 很想快點逃離現場 因為我算自己的行程的時候 那個 午飯を食べること 你不會放在那裡 你不會放在那裡 真的嗎 你不會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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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說那時間是沒有的 像3點到6點我必須要做完這件事情 然後6點到9點我必須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上個廁所就回去工作崗位 對 繼續想東西或者是幹嘛 這是今天的我的晚餐 跟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 我最近的立場餐幾乎都是一樣的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今天這個飯是賣 然後這個是我剛剛在下方看到 覺得很好吃的樣子的 番茄跟起司的沙拉 Ryu的話呢 平時都會到下午5點多 自己先吃晚餐 然後回去繼續做工作這樣子的 那我的話呢 先要做完影片要做的事情之後 想要慢慢享受吃晚餐 所以我沒有規定的晚餐時間 有時候弄完影片已經9點10點了 才開始吃晚餐 我個人呢很喜歡 讓自己的肚子很餓 之後吃飯 這個狀態的時候呢 吃的東西什麼也都特別無敵好吃的 啊 嗯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